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和本期大观战来观战一把费费的路头啊 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在去年的时候观战过他 那个时候,好像是打到了S1 反正是一个很厉害的路头,怎么成绩了一年又出来了 又来搞一波玄学,入炼,油拆,前锋,佣兵 这套阵容,打路头,我觉得路头不太好赢啊 路头要赢的话,因为他这边,这套阵容就是你前期要抓人 你排点得很舒服,如果正常一个排点,比如说一分钟才找到想抓的人的话 这个局就很难赢了,还可以啊,现在40秒遇到 那这边的话,看这一勾,带的是个金身 金身路头的话,他得配个底牌 金身路头得配个底牌,三点狙净狂,还是两点狙净狂,刚没看清楚啊 一个位置,一勾,哇去啊,走位预判 少年,你有点东西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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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勾的话是极限的一个勾 极限距离,且是一个非常非常极限的一个预判 就判断你这一波会走出,因为我们是透视视角的 他的话只能是看到前面的一个残影 就一个前面的一个身影,然后再来判断他的一个走位的 而且这一勾一旦是没勾到 两个人的身位就拉得很开了 金身顶,给你来一刀,好的,还想来撞人,是吧 那这边前锋要不要选择撞就 金身路头还真给他打到了 之前我们观战过那个一个金身路头啊 他的金身路头其实打的也很不错的 他的打法是那个金身过板,然后吃板子以后顶金身打震慑 很妙的,勾,勾到了 压一手薄翼震慑,因为他点了狙净狂 所以说这里,这勾拉开距离以后傭兵的一个博弈 时间就 不是很充分了 现在这个位置挂飞 打得好啊,这路头 你都三点巨狂,你都这么猛了 我是真搞不懂 大家都这么猛了,还要来搞这种玄学 挂飞的话路头是一个宝瓶真胜啊 但这局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路头他想要赢 这局跟我上面开局讲的就是他这局不太好赢 其实是并不冲突的 因为他这局的赢的点非常非常的极限 第一他这边的专人刚才开局那一勾 对吧,不是那一勾,已经劣势开了 然后呢,又刚好带了一个金身顶到东西了 那你说前锋没来怎么办呢 对不对,上来就来的是个佣兵怎么说呢 然后又配合着自己的那个勾子 加上三点拘禁狂,压了个过半 这边来抓一个佣兵 佣兵是两个护臂,还能拖一拖 路头是一个无限勾 他这边过来抓肉链石 抓肉链石的话待会可能要切传送 勾到 小伙子勾是真的准啊 他要等下一个勾的cd,他要等下一个勾的cd 等下一个勾的cd快好了以后打一刀 夹中 我得要天 你玩的是骚啊,这骚操作谁教你的 封你走位,这边的话卡你一个震慑 你只能往旁边走,被夹子夹中 然后再一勾带走 我本来想的是他等下一个勾的cd好了 打一刀,然后到时候直接一勾带走 这边肉链石,交灵鹫 机子的话还差一台,好像传送也不太好 传送你去管肉链石也就二挂 前锋这边的话可以救拨人的 他过来压最后的密码机相对来讲确实更好一点 球员这边要重新外面开一台 重新外面开一台 傭兵这个位置两个户币 但也不好说啊 这被这无限勾压着 一个户币跳开,可以,这边再跟 要博弈,还有勾,还有勾 这也给勾到了 这怎么勾到的 他的这个勾 防一手,这前锋也不敢撞啊 入链石外面重新修 前锋得压着 这里的话如果说 传送去 不要传送了 这边的话就直接勾过去好了 对对对对,传送不太好 留着技能,留着技能打开门战 这边你爱救救 你用兵前锋 你们两个救完以后 你们还得再去修 我这边把入链石击倒 入链石就是一个二挂 对吧,你能救下来 他也是个上挂飞,我开门战也有机会 你救不下来,一刀带走,漂亮 感觉好像比去年更强了 去年没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啊 这个勾佑呢有点冲神入化 还打了一波地亚士 前锋这边得撞救 把金身逼出来 前锋一定要撞救 机子应该是能压好的 所以前锋这边一定要撞救 这金身不太好交 因为你这个金身交了 开门战就没技能了 他的选择很正确 前锋这边的选择也很正确 这边再撞漂亮 一马战好了 赶紧亮 nice 就看入链石能不能撑 哎呦我去啊 哪哪都有假 往外一挂 然后耳链友 排入链石的点 这边还看见了 我的老天爷 厉害厉害厉害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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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的真不错 切个闪现啊 直接挂飞就好了 球稳一点也行吧 一勾 他的勾是不是没空过啊 或者说他的勾是不是 好像每一勾都打出了伤害 带的是巨钱 防拥兵 对防拥兵 来嘛来嘛来嘛 你勇兵过来你试试看 他这边可以在口子上面 再放一些夹子什么的 封住一些口子 关键性的口子 勇兵救不了人的 一勾一刀没 但勇兵又不得不来救人 勇兵只能来拼一波 要不然是一个三抓 勇兵应该在最后时间点 会来拼一波 镜头给到勇兵 哎 见面了 这边还要打气球的 没打到 勾勾勾勾勾勾勾 人先挂飞 球稳 他这边是这样子选择的 那也可以啊 知道你会救 然后放你救 能打到一刀最好 打不到也就算了 然后这边挂飞两个 再把这两个人都给挂飞了 那这样的话 傭兵能走 四抓是没有了 怎么说呢 我觉得其实他可以 再切传 没有钩 我觉得他可以去 打一个上限更高的四抓 当时这里的话 他从结果上来看 守着就守着 然后压着钩子 入炼师如果交自棋 他把入炼师打了 那边救下来 也能打 也能打 大帅十秒圆钉 这谁啊 感谢大家的朋友 我们下期见 拜拜